10月24日,有网友发布了一张有生之年最想看到的综艺节目清单 引起了大家的热议 在这张清单中,该网友列出了最想看到的综艺节目以及参加该综艺节目的嘉宾 可以说是脑洞非常的大 没过多久,这张节目清单便被许多网友广泛流传 看来大家对于这张节目清单可以说是非常满意 究竟这张节目清单上有着哪些让人捧腹的综艺节目呢? 和小编一起来看看吧 在这张有生之年最想看到的综艺节目清单图上 最吸引人眼球的要数大张伟、张艺山、白静庭 易阳千禧的《我是北京人》节目了 话说大张伟 张艺山、白静庭、易阳千禧都说着一口流利的北京话 并且四人都非常有梗 于是许多网友都很期待他们四个人能一起参加一档综艺节目 甚至有网友表示 这四个人坐在一起聊天我都能看一百集 而且大张伟和易阳千禧的关系还很好 大张伟可以称得上是娱乐圈第一千吹了 身为易阳千禧的头号粉丝 大张伟对于千禧可谓是赞不绝口 两个人的互动也蒙翻了不少人 作为大张伟思想品德课代表的易阳千禧也非常喜欢大老师 期待两个有趣的人能够一起录制更多的节目 除此之外 朱一龙、邓伦、王源、华晨宇的向往的火锅也引发了一大批粉丝的爆笑 重庆人王源可以说是火锅的忠实爱好者 作为小吃货的王源曾经表示自己很想开一家火锅店 这个愿望可以说是非常实诚了 而朱一龙、邓伦、华晨宇同样也十分热衷于火锅 不知道这四位火锅爱好者聚在一起吃火锅会是一副什么样的画面呢 想必大家一定也非常期待吧 这张节目清单还有着许多令人爆笑的综艺节目 譬如说林默、穆子阳、罗智祥的《这!就是沙雕》 一看这个节目的名称就让人忍俊不惊 这三位沙雕偶像要是真在一起录节目 想必画面一定非常搞笑 还有周杰伦、林俊杰、林更新、王一博的《电竞101》 这四位游戏高手在一起 想必也会碰撞出很多火花 不得不说 网友们实在是太有才了 不光脑洞清奇 总结的也非常精辟 看到了这张节目单受到了这么多人的喜爱 粉丝们也忍不住喊话电视台制作人 这些综艺了解一下 想必如果真的录制了 一定会爆红的 但也有不少四叶草表示 最想看的还是TFBOYS组合的团宗 三小之门的日常也是十分逗趣的 相信大家也和小编一起 忍不住期待起这张节目单上的综艺节目了 本文图片来源